生意量 生意量比如讲生意好的话 可以达到六十七十公斤左右 自己的酱料 自己配的出来的酱料 然后烧烤的功夫 自己的经验 我的清蒸也蛮不错 清蒸 潮州蒸那类 还有阿萨蒸 还有港蒸 但是鱼新鲜怎么做都好吃 烧烤鱼什么鱼新鲜 你不用什么配料都好吃 招牌的话大多数是我的花蟹 那种蒜蓉花蟹 每个顾客都会喜欢这道菜 副首相 这个不是副首相邀请 是她的女婿 是我的顾客来的 我有做生意在外面做buffet 有时候他们party有叫我邀请到他们家去做 然后她就算是我的顾客就对了 然后就邀请她那时候是结婚嘛 然后就邀请我过去 不是第一次来那时候她还没有结婚 也是很多人了 这个女婿 她女婿是新山人嘛 就邀请了 然后就认识副首相 我问她 喂 她是 名人嘛 是首相 我们就问她 吃了怎么样 她都知道那里来了 这个鱼从那里来 我讲奔真 我知道她讲非常好 她吃了每一道我的菜都 good 大多是从奔真供应给我的 因为我的老板也是自己有遗传 也 她知道我的为人 不信念她就不卖这 不开 不做生意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鱼最重要是要新鲜 价钱没有问题 比人家贵 我都满意 新的 他们吃了开心 付了钱开心 然后 最终要他们满意 最终要吃了我的东西满意 吃了开心 还得开心 就会可以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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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